中共宣布聯合陸海空為台軍演 這把火燒進演藝圈 歐陽娜娜隨即轉發 央視新聞貼文 附和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只有一個中國 想了偷香 獲得陸網一片叫好 有些人可能難瞭解 張曉涵也火速跟進 表態祖國統一勢不可擋 在對岸經商多年的林瑞陽 張婷夫妻黨也加入 張婷含話只有一個中國 還有演員陳楚河 黃熙燕 歌手陳馨威等台灣藝人 都相繼表態 只是中國國慶才有安普 阿基拉 吳康仁等祝賀 引起大批網友炮轟 我們都活在這個美麗的地球 大炮風格的武宗縣隊 連日來風波標士冰凍三尺飛 一日之寒 樂團滅火器主唱 讓楊大鎮有不同觀點 看到昨天安普的演出 非常的難過 我爸還愛你爸爸 不是 這不能比 他們是很珍貴的 他們都是很棒的人 呼籲粉絲不要學小粉紅書真 把力氣專注在台灣的未來 談話長近七分鐘 令不少人感動 或許讓兩岸藝人身份認同爭議 有更多間TVBN的新聞綜合報導